这个就是Iron County School整个学区的中小学的时间表 这个部分是从8月份到12月份 也就是上半个学期寒假以前的时间表的安排 这个是它的color code 就是它的分类 比如说粉色代表的就是初中高中生 黄色代表的就是小学 然后蓝色的就代表的是假日 然后绿色的代表就是一个term叫做学计 或者一个quarter的结束 这里边呢现在是9月份 9月7号有一个节假日 我所有我代我是两个高中 一个是Cedar High School 一个是Candyville High School 在所有Cedar High School的课都在B Day 这是B Day 然后这个14号是B Day 然后16号是B Day 18号是B Day 然后这个22号是B Day 24号是B Day 然后28号30号 这都是9月份在Cedar High School上的课 所有Candyville High的课都是在A Day 9号 11号 15号 17号 21号 23号 25号 29号 那这个就是我要在不同的时间去不同的高中 如果想要在Cedar High帮忙志愿的学生 同学们就可以考虑去B Day 如果是想要去Candyville志愿服务的 那就是选择在A Day 他们的时间表也是不一样的 看一下这个时间表 这个时间表就是他们的Regular Day的Schedule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日子 有不同的安排 那我们先来看他正常的这个B Day Schedule 就是他们上课领的这个安排 在Candyville High School 也就是在A Day的时间 都是有两节课 一个是第二节课 是9点10分到10点20 第三节课 是10点25到11点35 每节课都是70分钟 但是在Cedar High 也就是B Day的那个高中 他的课是第二节 9点到9点13到10点半 是78分钟 第四节是12点04到1点22 也是78分钟 这个是在Cedar High上的课 那中间有一个第三节是没有课的 也就是第二节和第四节是在Cedar High 然后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在Candyville 是在A Day 然后这个是在B Day 然后这个就是大概 大家需要知道的这个时间 如果呢有人在 就是像这样的日子 Wednesday Wednesday它的颜色 都是这样的颜色 Wednesday叫做Short Short Wednesday 意思是他们Wednesday的早晨 会利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进行全校集会 校长要跟全体学生讲话 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课就会晚开 那比如说在A Day 如果这个Wednesday是在A Day的话 那么在Candyville High的话 那么他的第二节就改成10点半到11点21 48分钟 第三节课就改成了11点26到12点14 48分钟 对于B Day呢 就是Cedar High School 那他的Late Wednesday 就第二节就改成了10点48到11点51 第四节就改成了12点34到1点37 这个就是大概的他的时间安排